各位嘉賓 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即將 迎來二十周年之際 澳門智慧人民例政會 在得到官樂儀基金會的協辦下 由2019年11月5日至11月8日 在南環官樂儀基金會瓦囊開展 和諧共興亚宰程 吳在權陳佩津書發圖訴作品聯展 以書發圖訴相結合的生命形式 共同書發對澳門回歸祖國的美好祝願 這次展覽既是不同門類藝術碰撞的新嘗試 亦是大灣區藝術融合發展的新體驗 好,很高興 好,很高興 接下來的時間 首先我們有請澳門智慧人民例政會吳在拳會長為我們支持 為了開始這個禮物,我們邀請澳門智慧人民議員 為了有最短的言論 喂,趁前一點啊 讓我拿回貓子上去 不是,東西太多了 不知道多去哪裏 唉 是不是得到那張 OK 可以了嗎,在這裏 OK 尊敬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局長,穆欣欣小姐 尊敬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局局長,文耳華小姐 尊敬的中央駐澳聯絡辦宣傳文化部部長級助理,邵濱先生 尊敬的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及龜橋總會會長,劉毅良先生 尊敬的我的老朋友、老搭檔,好朋友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及澳門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陳明甘先生 尊敬的澳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澳門日報副社長兼總經理,溫能漢先生 尊敬的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歐榮子先生 尊敬的澳門主席,官樂宜基金會,官樂宜博士大律師 還有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澳門廠商會聯合會長,崔玉林先生 各位我們文化界的朋友,還有我們經濟局副局長劉毅明先生 很多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我們文化界的好朋友,同學們 還有傳媒界的朋友,總之就是各位來賓,好朋友 多謝大家今天在這個時間撥擁出席,來參加我本人代表這個智慧人民例政會 還有拔山工藝大師,廣東省工藝大師,陳貝臻先生 聯合舉辦的一個為澳門和諧,這個澳門回歸20周年舉辦的 和諧共慶二載程的一個書法圖藝作品團展 對大家的江臨,表示衷心的感謝 首先,除了多謝各位的撥擁江臨之外 我首先要多謝,觀樂儀大律師 他對我們的鼎力的支持,表示一個敬意 因為這次如果沒有他的支持是舉辦不成的了 對觀樂儀基金會,那邊有兩位同事和其他同事 在白亡之中對我們的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謝 馬先生 由於澳門是一個歷史的成因,使得澳門是存在成為一個中西文化交融 中蒲文化會碎的一路閃力的聲 而且具有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世界各地旅客歡迎的國際旅遊城市 國際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是不斷加強和優勢 所以局長,每年有三四千的遊客到,就是這樣道理 這是澳門的一個相當優勢的地點 亦是發展的基礎之一 因此在我們國家,今年七十周年的大慶裏面 和澳門回歸二十周年的這個雙慶的時期裏面 本人來說,本人是代表這個智慧人民例政會 和陳佩津大師合作舉辦這一次的展覽 是嘗試支持特區政府 支持我們國家對這個大灣區的合作的往來做一點點事 而且是聯動去承傳這個中華文化的一個博大的精心 一脈雙城的內涵 用一個書法和一個圖數等不同的中國傳統的藝術 來相結合這個形式 將除了發揮中華文化藝術各自傳統的特色之外 將它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面 是顯示澳門這個遊合的中華文化獨特的魅力 以及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社會底下的良好的和諧景象 而今天這兩件的作品之中一件的命名是和諧共慶二載情 這件我們的作品是以澳門有400多年歷史的大三巴作為一個背景 配上中央人民政府送給我們澳門的盛世的蓮花 就是在這個環境之前 顯示一對我們和諧的中華文化的一對男女的青年土生褲 土生褲人在這裡跳著這個土風舞 更加舞動這個紅絲就是兩位的青年朋友 共同是以一個歌舞歡慶澳門回歸20周年 這個顯示一個中部文化交融 更加反映出澳門歌舞姓平和諧共融 人民安居樂業之情 而另一件作品呢 這個叫做什麼名字呢 是保平年法 他的命名是澳門的一個詩人高德江先生 在哪裡啊?高德江先生 是他幫我命名的 這個寓意是什麼呢? 他更加用一個七子之歌的寓意 做一個蓮花種,保平蓮花 是永保澳門蓮花保地 包括我們澳門的老百姓 都能夠永保平安 聯展的作品之中 在現場裡面除了有一個作品之外 有我的書法寫出來之外 可能有些未必會看到書法 因此我們是用一個印刷的中文 加上一個圖文 即是說有中西、中圖文化的文字 在這裡顯現去傳遞 既然是一中心、一平台 中圖文化 所以我們的寓意是需要這樣去做的 強化這個中圖平台的宣傳和建設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書法 圖素聯展去創造一個新的元素 和多元化的形式去推動 習主席叫我們講澳同胞 講好中國故事和澳門故事 這個就是一個對澳門回歸20周年 表達一個美好的祝願 宣傳和促進中部文化交流 去推助國家遠實力的增強 更加為澳門一中心、一平台 一個基地的建設 去推助大灣區的發展 和一國兩制事業的行穩志願貢獻勉力 最後本人再次代表本會 和陳貝津工藝大師 向各位展彩嘉賓、觀樂儀基金會 香港國際石灣圖藝會來的香港朋友 和大灣區圖藝收藏交流協會 這個是新準備成立的 大家和各位朋友的到來 表示一個再一次的衷心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吳在拳會長為我們支持 接下來我們有請佛山市廣東 陶瓷工藝大師陳佩津師先生 為我們支持 各位領導、各位藝術界和收藏界的朋友 各位嘉賓大家行好非常榮幸今天在這裡可以和大家相聚一堂參加這次的展覽 大灣區是個概念近年來我們熱廣告地區提的比較頻繁的 按我理解其實是一種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深度合作的發展政策 廣東和澳門在此潔現上都是中華同胞 地理位置上也是神此相依回歸二十年來合作共贏的利子有目共睹 包括早前開通的廣子澳大橋以及輕軌 今天我們從佛山到澳門都是兩個小時合作帶來的便利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充分體驗到的 即是應該為我們祖國的日益發展和強大感到自豪 講到我們佛山石灣的圖遺家其實和澳門的現份是很有很深厚的感情 我們一代宗師樓前大師早在八十年代幾次在澳門舉辦一個展覽 有些石灣圖遺家在澳門 所以這次我能夠遊行參與這個展覽 都算是追隨我們石灣前輩的足跡 同時即是將我們石灣圖遺家的魅力推廣到澳門 今次展覽作品中其實是有二十八件作品的 其中是以人物為止 即是有些其他動物的題材 我們石灣圖遺家的特點是生動全神 這個都是我創作時的追求 而石灣圖遺家同時由包羅萬有 善意用各種題材去表現文化的精神 特別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 這一點我們石灣圖遺家以澳門的人民文化非常之默契的 兩者都能夠一種海立白遷的姿態 使不同的文化能夠共存 這一點我特意在這裏做了一件和諧共慶 二載程這件作品 和寶平蓮花中所表達的都是這種感覺 同時這兩件作品都是和吳老師提示寫字的 促進兩地文化交流合作 作為澳門回歸二十周年的獻禮 當然這些作品只能夠代表石灣的一部分 並不足以代表石灣的傳播 希望各位參觀過程中多多指教 並且以有機會到佛山石灣去進一步感受到石灣的圖遺文化魅力 我在這裏代表全體石灣和藝家 表示熱烈的歡迎 多謝多謝 謝謝陳倍晉先生 接著下來我們將會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展彩儀式 未來的時間我們會請主禮嘉賓到台前 首先我們有請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局長穆欣欣小姐 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局局長文耳華小姐 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局局長文耳華小姐 澳門中國 businessman 澳門中聯辦宣傳文化部副部長給助理曹宵先生 澳門各和副部主席籍空間 伊學堂部長 歐區全國人大代表 viewer總會長劉毅良先生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及澳門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陳明甘先生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澳門日報副社長兼總經理 温能漢先生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歐榮志先生 官樂儀基金會主席 官樂儀博士 澳門廠商聯合會會長 崔玉琳先生 澳門智慧人民立正會會長 吳在權先生 法山市廣東陶瓷工藝大師陳佩俊先生 澳門智慧人民立正會會長 廣東附山 請獻錢 澳門智慧人民立正會會長 移動了 澳門智慧人民立正會會長 長官 澳門智慧人民立正會會長 廣東晨敬 各位可以看一看前面的鏡頭 我們先拍一張照片的榴槤 各位嘉賓準備 3 2 1 和諧共興也載程 吳在權陳佩津書法圖索作品聯展正式開始 同時有請各位嘉賓留步 一起大合招留念 同時為了答謝觀樂儀基金會的支持 自人妹將會贈送蓮花寶瓶作品 與觀樂儀基金會作為答謝 我們這個作品已經在前面展出 我們有請奧門之衛人民立委政會 吳在權會長以及觀樂儀基金會 觀樂儀主席一同上前大合照 你繼續說吧 接下來的時間 吳會長亦準備了一些紀念品 送給我們的主禮嘉賓 吳會長 非常感謝今天來臨的各位主題嘉賓 以及在場的那麼多位嘉賓 非常感謝各位主題嘉賓 謝謝各位 接著下來我們有請部會長帶領一眾的主題嘉賓 參觀我們的展品 再次多謝各位來臨 這裡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這些作品 在門口這件作品是1米16高 是1米16高的 就是一件很難製作的彈魔來的 而這件彈魔可以說 差不多在它的展品之中 就差不多 換句話說最大件 而且要燒這隻這樣的油色 是相當困難的 要燒一件這麼大的作品 是不難不容易的 是呀是呀 這件作品是限量60件的 我認為這件是燒得最好 就是這件是燒得各個油色各方面的神魂是最好的 還有呢 做過程之中呢 就是比較 因為它的造型比較高大 它是比較難燒成的 這件呢就是 燒成之中呢就是 是 就是已經燒壞了很多件才得到 這件是比較厭美的了 這樣 是啊 我們為了不阻加賓這麼多時間 簡單精髓介紹幾件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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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什麼 大衣製細 你介紹一下 這件是 就是大衣製細 是一個理事真理的 這件呢就是 原作 原作品呢就是一個 那個 就是只有一件 就是原作品來的 這件 都是 又是我們 老師 收藏的 定制的作品 那 就是 就是 做這件 就是 這個題材呢就是 那個 李時珍上山採藥 滿載而歸回來的那種感覺 就是在一個高山 站在石頭上那種 那種 滿載而歸採了很多 珍貴的藥菜這種感覺 或者這裏呢我介紹一下 幫他介紹一下 這裏 這個叫 滿堂吉慶 這個 滿堂吉慶呢 就是講一個家庭 講這個 這個 這個 狗仔 那 陳大師呢 他為了 當日要創作這個 滿堂吉慶 是很難得的 他自己親自呢 去落鄉 在鄉下 剛找到一鬥狗 剛剛算呢 出生 就是這個 那他呢 就是拍了錄像 一路拍一路看 是很多次下去 看著那些狗仔呢 成長的過程 而按他的神韻 是這樣製作出來的 所以這點呢 為何我要和大家介紹呢 因為他整個過程的片 我和朋友看 而在佛山電視台裏面呢 也有廣播介紹過 作為一個傳承中西 中華文化的藝術家來說呢 他要觸摸到一個最全神 是有真實感 是有意思的 還有在那邊那個 一唱紅雞天下白的裏面來說呢 他為了要做那隻紅雞 他就去正式看那隻雞的動態 買了不同的雞腳 回來看那些雞的皮 和各方面 這些我們是見到的 所以這次呢 就是我們兩位合作呢 其實就是說 他是一個年輕人 如果一個這麼用心弘揚 中華文化藝術的年輕人 作為我們一個年長者 我們都不去做一點點事呢 就愧對我們國家 對年輕人的培養 是基於這樣的而已 多謝 還有一兩件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裏來說呢 那個達摩是嗎 就是這個雞呢 為什麼叫做中華洪峰呢 實際上他是很有意義的 中華呢 中國地套呢 就是一個紅雞 是吧 他有紅雞 一個地套 就是現在 亦都是代表國家 蒸蒸日上 很繁榮的那種景象 是拿中國地套 一個紅雞的一個 一個造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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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題材去做的 還有這個 雞的優點 那個好 就是為什麼 這麼漂亮呢 他就是這個 雞的體型 相當 好紅壯 也是代表了 中國現在 中國好紅壯那種 日益發展那種 啊 嗯 不 不同的大小 我們 太年輕 所以 作為一個 年輕人 他叫 黃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